2018年世界杯,最让你心疼的是哪一个队伍? 2018年世界杯,目前为止最让我心疼的队伍有三支,沙特阿拉伯,摩洛哥和哥伦比亚。 首先,沙特阿拉伯的分组就很悲催,东道主俄罗斯,众星云级的南美净旅乌拉圭,拥有当红球星萨拉赫的埃及,沙特可以说是这个小组中最弱的球队。 更悲催的是他们的第一场比赛就是节目战,面对来势汹汹的俄罗斯,沙特级五还手之力,被对手虐了个0-5。 之后他们第二场又以0比1输给乌拉圭,就这样两战接负,一球未尽,提前告别本届世界杯。 摩洛哥之所以让人心疼是因为在和伊朗队的比赛中他们表现得很好,全场大部分时间内占据主动,把伊朗队逼得下半场没有射门,然而他们得势却不得分。 本来以为比赛将以平局收场,没想到摩洛哥球员商庭普时阶段乌龙绝杀了自己,攻守将三分让给对手。 伊朗队本来是他们最弱的对手,却连一分也没有拿到,还是独秒自杀,沮丧的心情可想而知。 接下来摩洛哥又0质疑赋于葡萄牙,被催得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被淘汰的球队。 本来哥伦比亚实力很强,所在的小组也没有传统豪强,小组出现问题应该不大。 万万没想到哥伦比亚球员强行给自己加气,开场不到三分钟的红点套餐,把自己逼上了绝境。 虽然随后的比赛哥伦比亚队很努力,一度扳平比分,无奈体力不支,最后还是输给了实力不如自己的日本,出现前景并不凝朗。 幸福的球队总是相似的,不幸的球队各有各的不幸。 三支球队以不同的方式书写了各自的故事,将自己留在世界杯的历史上。